來 我想了很久 那五百萬是怎麼來的 還有怎麼放進我的房間 但你也做了手證 最奇怪的是現場是沒有留下鞋印 沒有鞋印不出奇 可能插裝的人之後已經清理了 或許他們不清理也不用 我看過一些推理小說 有些歷徒就是穿著兵鞋犯案 得手之後, 對兵鞋就用了 不勞反正 那你也想到? 那我還是看推理小說而已 又或者, 鑰匙有暗格的 啪, 這樣就把東西放進去 你說真的? 我看過那些魔術師真的做到的 逃手就算我這麼大眼睛 放進我的物質袋裡 那除了這些, 還有什麼可能? 要不就… 後來鞋肯定會有問題 串通的, 不在前面進, 就在後面進 不過也沒可能, 後面怎麼進 不是 走了 什麼? 去哪裡? 來吧 這群人真厲害 這種辦法都被他們想到 拿了五百萬條一天 一定是好想過度過的 終於沒有辦法我們一番心思 還是你厲害 在牆後面插裝都被你想到 我還是這麼巧, 爽巧而已 那也爽巧而已 那我真的有功勞了? 當然 先謝謝我 又再多三分 那我差不多 老闆 老闆 辛苦了, 先去 怎麼樣?問了什麼? 問了, 這個單位放了兩個月 是獨家一盤 問過負責的經紀 他說之前放假, 根本沒人送過來 我也問過業主, 他們也沒人來過 那就是說不會有其他人的腳印 又怎樣? 怎麼樣? 你看看, 你看這個負責 可能是財務公司的人 的確你回來逐個拼拼 是, Sir 你把你的右腳踩在這裡 好, 查到這張紙了 好, 查到這張紙了 好, 查到這張紙了 你怎麼知道? 對比成功 這兩個鞋印 無論是大小子和和蝕程度也是一樣 我覺得兇手很大機會是他 陳德安也罪有應得